新北市盧州區出巷弄內 有兩名駕駛為了會車的問題 在路上大吵 因為阻擋後方來車 有騎士看不下去 所以加入了戰局 當地民眾就表示說 這個巷弄是雙向道 車流量大 但是因為路面狹窄 所以很常會出現堵塞的情況 鬼在鬼嗎 駕駛更狂的鬼在鬼嗎 氣到不行 駕駛直接站在小黃錢 質問司機 看這個駕駛我都要撞掉的 你看看那個鬼 我就很猜 司機想反駁 但駕駛不給機會 兩人路上大吵特吵 吵到連後面騎士都加入戰局 騎士這麼火大 原來後面早就塞成一片 而駕駛不惜擋在路上 被要和司機爭個高下 就是因為會車問題 通常就是一定會有人讓到一邊 要讓其實不太好讓 因為要不就推到橡市裡 要不要往那邊退不好退 26號晚上 休旅車駕駛和小黃司機 同時開進新北盧州區這處巷弄 由於天色昏暗又下雨 開到一半才發現有來車 結果誰也不肯先讓 雙方在路上吵得不可開交 連帶後方騎士全過不了 滿小的 旁邊都有摩車 沒有畫紅線 哪個車子 你看就是只有一部車子 自用車可以過啊 這處巷弄為了當地交通方便 是雙向通行 不過周遭沒紅線 加上巷弄本來就狹小 路邊如果有停車 就只能讓一輛汽車通過 要是會撤不讓就上演黑洋白洋戲碼 耽誤了自己也耽誤別人時間 記者梁紫月 林昭賢新北財本報導 好